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是很多人都可以白手起家的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父母本身的财富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 在现实生活中女富豪非常的少见 那什么样的女人最有钱呢 今天小将之就和大家说说 头部在相学中称之为天仓 在人的身体处于领导地位 为一身之尊 头部长得较圆的人一般生性比较的乐观 属于非常积极乐观的一类人 做事比较的仔细和认真 而且善于表现自己 在寻找另一半时 不会被感情冲昏头脑 比较的冷静和理智 容易找到理想的另一半 而额头在相学中 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见识 额头长得高而宽阔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智慧较高 头脑聪明 是荣华富贵的一些象征 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 二 鼻质有肉 鼻子在五官中属于最为高龙的部位 在相学中也称为财博公 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 对女人来说 也可以看出她们的富裕 因此也有着问负在鼻的说法 如果女人的鼻子 长得挺质有肉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自信心比较足 做事坚持 很有原则 而且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理财能力比较的强 也非常的友善情心 财运和富运都比较好 聚财能力非常的强 财富自然是越积越多 三 田宅宫丰满 田宅宫既是眉毛和眼睛之间的眼皮部位 其距离宽宅 代表着一个人的心胸气度 和家庭房产状况 如果女人的眼睛长得黑白分明 且田宅宫部位长得风龙饱满的话 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运势 和家庭关系较好 容易得到鬼人的相助 而且心胸开阔 做事豁达 神际关系和家庭关系都比较的和谐 朋友圆和亲情圆较好 遇到困难时 也容易得到他人的帮助 为自己赢得良好的名声和财富 容易成为女富豪 四 福德宫亲民 福德宫位于眉毛的烧上房 大约有一公分左右的宽度 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机遇 财运和夫妻好坏 尤其是对于女人来说 还代表着他们与丈夫之间的关系 如果女人的福德宫部位 长得清明光洁的话 饱满开阔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心性非常的善良 平心也比较的端正 而且乐于帮助他人 包容心比较的强 对自己要求也比较高 能够明辨是非 一生有福有缘 有德有才 五 下巴圆润 下巴在相学中也称之为地格 代表着一个人的蓄材能力 责任担当 家庭关系和晚年运势 从相学角度来分析 下巴长得方阔圆润为己 如果女人的下巴长得圆润有肉的话 若是再加上脸型降为饱满 此为上等吉祥 长有面相的女人 一般性情温和 待人宽厚 有着很强的亲和力 而且做事踏实认真 与周围人的关系比较融洽 在外工作努力认真 在家懂得关心照顾人 能够把家里家外 打理得井井有条 容易受到他人的尊重和拥戴 家庭关系和谐稳定 前途不可限量 赚钱能力和手材能力非常的强 六 耳朵肉厚 耳朵在相学中 代表着一个人的声望 福气和智力 如果女人的耳朵 长得后世有肉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智力较高 头脑非常的聪明 若是耳朵色泽红润亮泽 加上耳垂较厚的话 代表着福气和财气较为厚重 这种女人一般做事特别的谨慎 思维整理 行动力比较的强 有着很强的进取之心 处理事情时灵活多变 财路自然是越来越宽 袭击能力非常的强 七 牙齿整齐 牙齿为慎的花朵 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脾气 健康运势和财运如何 如果女人的重塑红润 有光泽 牙齿长得也比较洁白整齐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肾气充足 身体素质较好 而且性格坚毅 做事坚持 在为人处事方面又比较的灵活 沟通能力比较强 善于交际 能够处理好长辈与上司的关系 身受器重 容易得到贵人相助 而且祖上根基厚重 容易得到长辈的助力 事业发展顺利 一生财云爆棚 八 双耳贴头 面向上常讲 双耳朝前 迈进田园 双耳贴脑 富贵到老 如果女人耳朵长得比较贴近脑后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慧 善于思考 为人心胸开阔 虽没有大的野心 但是对自己的事业和前途 有着比较清晰的规划 做事合力稳重 也能在事业上有一定的成就 可以保证让自己衣食无忧 九 眉毛柔顺 眉毛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 健康 以及对待感情的态度 如果女人的眉毛柔顺且比较长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性格非常的温和 做事也是不焦不燥 于是能够时刻保持自己的理性 而且不喜欢与人争强 凡事皆抱有一颗平常心 所以会给人有一种非常有气质 又非常和善好相处的感觉 让人非常的舒服 遇到困难时 自然身边会有很多人出手相助 有着很好的财运 十 嘴巴大 嘴角上扬 俗话说嘴大吃八方 如果女人嘴巴比较大 而且嘴角比较上扬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性格非常的开朗 待人也非常的热情和随和 为人情商极高 做事积极而果断 很有主见和魄力 在感情中也是敢爱敢恨 物质欲望比较强 所以虽然能够获得不错的财富收入 但是感情方面往往比较波折 十一 腰部饱满有肉 女人腰部有肉 主腰长万贯有钱滑 相比一些腰部细的如同若风俯柳的女人 腰部有肉的女人显得更为霸气且更有风范 绝对不会是红颜祸水之命 相反很多都会比男人能干 比男人前途远大 他们生来自强自立不依不靠 注定是自己的贵人 一辈子逍遥安逸不缺钱滑 就连感情上也不容易受伤 十二 手掌红润 手背白 手掌红润 手背白 诸子女命格阴阳相合 财运如日中天 恨财运最佳 他们生来拥有一双卧财手 人生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数钱 而家庭生活常圆满 儿女双全是福 家业均安则更为难得 有这样首相的女人 也很容易得到丈夫的宠爱 宫婆照顾 无论嫁入哪门都不会吃骨受罪 更能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 十三 梅上有志 梅上有志的女人一辈子关于亨通 有很多升官发财的机会 注定大富大贵 财云大旺 婚后他们可以做到 事业家庭两不误 即使压力比较大 也照样自己扛着 最终事业发展迅速 生活和和美美 家庭幸福 这样的女人懂得缓解压力 越是困难 他们越努力 一辈子荣华富贵 福禄双全 十四 胸部有志 胸部的志长得越是靠近胸部 就越是吉利 古人认为 乳房是用来补育孩子的 要是志长得离乳房近了 那就表示 这个人是非常的能生能养 能够孕育出贵子 子女的运气都将会比较的好 家里会很兴旺 财运很稳 胸部有志的人 多半是有福气的人 十有八九都是福人 十五 耳伦有志 耳朵后面有志 表示财运都是很不错的 不仅生活环境比较好 物质生活富裕 即使没有大笔钱财进账 也都能够通过 积少成多的方式 成为有钱人 属于一个财富不宜外露之人 内耳外秃非常重 耳上部还有盖子 这是恩宠多的富人像 十六 脚趾上长志的女人 脚趾长一志 脚踏千万财 脚底下长志的面向 对于女人来说 是大吉之相 此处的志是主福气和财运的 特别是对于女人 脚趾上的志是贵气的象征 此生不是富婆也能做女官 一辈子和气生财 衣食无忧 不是特别受宠 就是家财问贯 自己就是自己的贵人 甚至还能将福禄 传承到家人后代命中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